温来国中小五年级学生斗杀英雄 他因为早产的缘故 身心智能发展都远远落后同年龄的孩子们 不过他却拥有乐观开朗的个性 因此深得师长同学们的喜爱 他不仅荣获了新北市99年度 优秀身心障碍学生们的表扬 还多次在专门为身心障碍者所举办的 亚特杯运动会中拿下好成绩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豆沙英雄的故事 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做一张卡片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不过这对于同样是五年级的豆沙英雄来说 却是个大挑战 用波的因为它很小颗 这样子有没有用波的 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叮咛引导 豆沙才肯乖乖地在卡片上粘贴上色质 又或者是画画 因为他虽然已经十岁 心智却只有幼稚园程度 好不容易 豆沙努力得一笔一画写好自己的名字 圣诞卡片终于完成了 刚刚做的卡片是要送给谁的 帅于老师 要跟他说什么呢 谢谢 还有呢圣诞节怎么样 圣诞节快乐 目前就读于乌来国中小五年级的豆沙英雄 身高只有106公分 瘦小的身形以及言谈举止 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不同于其他的孩子 因为早产缘故 豆沙从出生就患有多重障碍疾病 不管是智能或是身形发展上 都有严重的缺陷 尽管如此 在老师心中 他仍是个开朗乐天的孩子 豆沙英雄在我心目中的话 是一个非常可爱天真的一个小孩子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就是需要 教大家去关怀他 去帮助他 让这张白纸能够有一些色彩 为了让豆沙也可以在正常化的教育环境当中学习 学校特别采用了融合教育 也就是除了接受特教班课程 豆沙在早午餐时间 会和普通的孩子一同用餐 班导师表示 虽然豆沙和大家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同班同学都将他当成是弟弟一样的照顾 他个子有点小 然后很爱跟同学玩 有的时候也会常让 平常会帮他一些什么事情 跟他玩 有时候跟他玩 那你们喜欢他还是朋友 因为他就是去上特殊的教育班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大家觉得说要让他一点 所以会特别去帮他 有些人会有的时候会帮他倒那个盛饭 然后有时候会帮他倒汤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年八岁 九岁了啦 我今年九岁 我今年九岁 这是三年级时 豆沙的自我介绍影片 老师说 这和他刚入学时的状况 简直是天壤之别 来自单亲家庭的豆沙 学龄前因为爸爸忙于工作 教书于照顾 入学时 他不仅表达能力有问题 甚至不会走路 平日生活也都需要借助他人帮忙 刚来的时候可能连吃饭 还需要有助理人员陪同 因为他可能没办法自己 独立完成所有清洁 或是进食这样子的流程 那他在 他刚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 要去厕所上厕所 对 所以他有过 刚来的时候有过几次 其实是在走廊上 就直接那个上厕所了 来 头 头上你 绿天狗 绿天狗 为了让豆沙可以拥有生活这里能力 老师们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 而几年下来 这些付出与努力 也终于开花结果 他跟同学相处愉快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然后在书写方面 他从刚开始来 不认得字 自己名字也不会写 到最后可以认得自己的名字 认得几个常见的国字 然后并且可以独立书写出自己的名字的前两个字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目前蛮大的进步 豆沙克服残缺 一天比一天进步 看在市长眼中就是最大的安慰 除此之外 老师们也藉由参与亚特杯运动会 鼓励豆沙继续向上 亚特杯运动会是专门为身心障碍者所举办的活动 豆沙在这项比赛当中可是常胜军哦 而这张照片 爸爸骄傲地拿着奖状 还将豆沙高举在肩膀上 就是豆沙参加亚特杯运动会时最大的收获 孩子都很兴奋 因为比赛完可能有得奖的话 就会有一个奖牌 那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鼓励 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平常他们不肯参加一般的比赛并且得奖 或是得到一个奖牌挂在国族上 对好棒 直到十分之北进 来自于市长比赛以及同学们的肯定与鼓励 不断激励了豆沙学习的兴趣 虽然和童年的孩子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但豆沙用他自己的方式 展现了不同的生命力 即使输在起跑点 相信豆沙还是可以在他未来人生旅途当中 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世界美好的一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